9月5日,真相与和解纪念日,彩虹之上,主题晚会发布会,在劣质文艺空联盟召开。 会上,加拿大非杀义工协会会长张慧欣女士, 习乳商会理事长刘朝芳与彩虹之上晚会导演哈辉女士发表讲话。 张慧欣会长表示,社会各界合力举办的这次晚会, 是希望各个族裔能了解原住民经历过的苦痛,了解过往的历史,推动各个族裔的和平共处。 他也承认,一次的晚会无法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, 但希望本次晚会,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反思,最终共同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。 刘朝芳理事长对遇难者表达了深切的哀悼,对幸存者表示了崇高的敬意, 并向道场嘉宾呼吁,正是殖民历史,深刻反思殖民主义带来的伤痛, 希望各方能团结一致,共同抵制种族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, 助力各方打造一个多元和谐的加拿大。 哈辉导演也发表讲话。 他表示,去年5月,在听闻了BC省发现原住民孩童遗孩的报道后, 他与另外两位同志一道,共同推动了本次晚会的举办, 以歌舞的形式,在讲述历史与真相时, 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,参与到原住民的帮扶中。 同时,数位华人与原住民艺术家,以画作和歌舞的形式, 展示了原住民的苦痛的历史,坚强活下去的决心, 以及对关注原住民现状的社会各界表示由衷的感谢。 我是加拿大飞杀义工协会会长Vicky, 这一次我们作为主办方三位华裔的母亲, 来做这个彩虹之上这个节目, 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一下华人或者原住民在加拿大的历史。 加拿大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, 希望通过这次晚会,能唤醒更多的族群, 一起关注原住民。 我是加拿大齐鲁总商会的刘超芳, 我想今天来参加加拿大全国真相和解日的主题晚会, 主要是来纪念加拿大原住民进入学校时被虐待支持的儿童。 同时也向幸存者表示敬意, 我们也在这里共同反思殖民主义, 民族歧视和原住民文化灭绝等问题。 我们想通过这个晚会, 能帮助原住民驱赶绝望和愤怒, 共同去拥抱正义和谐和信任, 共同反对种族歧视, 建设一个共同搭建和谐的包容的多元文化的美丽的加拿大。 谢谢。 大家好,我是哈辉, 是中国古典音乐演唱家, 也是一位文化和平交流使者。 我也是这一次9月30号全国真相和解日彩虹之上主题晚会的总导演。 我们这场晚会的发起人不仅仅是我, 还有两位母亲, 我们了解了原住民关于寄宿学校的事件以后, 感动了我们, 我们决定要做点什么。 那么这个晚会最大的一些亮点就是, 我们会听到, 没有听到过的这些原住民他们的表现的歌舞,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华人来唱原住民的土著歌曲。 这也是我们几位母亲的一份爱和一份力量来祝福原住民。 谢谢。